花蓮市公所在日前自制了防护的面罩 手工清洁罩等物资 寄送给美国、日本、韩国等三个国家 一共七个姐妹城市 而日本圣钢市在收到花蓮市捐赠的防疫物资之后 也分别转交给医疗机构和教育单位来使用 日本的NHK新闻更是特别报道 花蓮市的善举来感谢友情的相助 花蓮市公所日前自制要送给姐妹市的防疫物资 陆续送达 而日本NHK严守新闻也特别前往报道 其中圣钢市长古藤玉明表示 防护面罩是用透明的塑胶材料覆盖脸部 可以降低在执行医疗行为时 还有交谈过程中发生飞沫传染的风险 而这一批防疫物资将在圣钢市医院使用 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帮助 医院もとても安心した思いで患者さんの疑いのある方と対応ができ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から そういった意味でとても感謝しておりますし 心遣いと言いますかですね これはとても自分たちは一人じゃないなって 医院の現場の方々が日々努力し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ところへの支援というところなので 心の励みにもなってくれるそういう贈り物だった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交流が一層深まるんだなというふうに感じたところです 市长吴嘉賢表示 很高兴花蓮市工作能在抗疫上帮得上忙 我们用少少的经费却可以得到国际友谊城市的感谢和支持 未来不论是国际城市及人民外交都有很大帮助 那也真的非常谢谢我们过去姐妹市在0206地震 对我们的一个大帝協助 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也思考要怎么帮忙姐妹市 那因为口罩是禁止出口的情况之下 所以我们用自己DIY制作的方式把这些东西做起来 然后也寄给姐妹市 希望能够让他们防疫的部分能量能够增加 那我们看到圣钢市也把这些物资赠送给当地的医院跟医疗人员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帮助他们在物资缺乏的情况之下 能够得到医疗上面还有一个防疫上面的一个协助 花林市公所这次捐出的防疫物资包括了210个防护面罩 还有2100条手工茶树清洁罩 分别送给美国、日本、韩国等三个国家共7个姐妹城市 透过实质帮助来共同对抗疫情 花林市持续超前部署守护市民健康 也协助姐妹市一起并肩作战 希望各国都能够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借学历情,花林市报道